平常都會說 其實膚色白的女生 比較不適合顏色太重 因為在白紙前面所有的顏色 會變得很顯色 那他們兩位都是膚色白的 所以只要他用一點顏色在臉上 就覺得哇 那個顏色好 然後呢 膚色比較健康的女生呢 你就顏色大膽的用都不怕 就是你會覺得 哇 那個看起來會更立體的感覺 還有 因為比較容易看起來艷麗 是這樣子 他們兩位都是屬於 臉型比較窄長的 比較窄長的 所以當他們如果顏色做得比較重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比較成熟 反而臉型比較圓的女生 顏色用得比較重 像我跟娘娘 對 或就是像希希也是屬於 比較可愛的 所以你們這種圓臉很吃色 譬如說我眼線畫粗一點 沒關係 會變可愛 可是如果眼線畫粗一點 在他們臉上會覺得有壓迫感 對 有攻擊性 會變很兇還是什麼 對 會變很兇 好可憐喔 對 所以就是圓臉跟長 所以他們真的兩個都很了解自己 好 那我們現在 如果說你想要 做今年很流行的這種 Y2K的裸唇呢 怎麼辦 我通常會建議 如果你家裡面有唇線筆的話 可以用唇線筆打底 好 但是我知道很多年輕女生沒有唇線筆 對 對 那你就可以挑一個 你們一定會有染唇液 也沒有 有啦 應該年輕女生會有啦 趕快上網吧 好吧 我有眼線筆 唇線筆 唇線筆 對 希妹姐有唇線筆 你就可以用Tint Tint 那要接近唇色的嗎 接近唇色 或者是你可以比較深一點 因為像米芹的唇色本身很淡 所以它如果太接近唇色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我會挑一點裸色調裡面 帶一點點豆沙的Tint 然後我們在上的時候 加一點點就好了 老師 但這會不會很難寫 不會 真的喔 他們家的這個 已經是第四代了 好 你看我們就只要用這個Tint 就這樣薄薄的 你看它現在下唇的顏色 就開始會有一點點 對 整個嘟起來了 嘟嘟唇 嘟光 然後呢 這個打底的色 你一定要比自己的唇 在外面一點 一定要記得裸唇一定要擴張 好 裸唇不要變小 裸唇一定要把它變大 那平常 自己的嘴一定是後唇的人呢 也要畫再大嗎 老師 就照你自己原本的唇型就好了 那後唇有分層 有唇峰跟沒有唇峰 那我通常會建議就是 唇峰不要太銳利 好 唇峰柔和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 性感 好像 性感 好 我們就這樣子等它 稍微讓唇不聽 你看顏色已經有了 有 就帶一點點個性調的 這種淡淡的豆沙裸唇 更顯白耶 好白喔 對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挑選一個自己想要的裸唇調的 你看 這是今年非常流行的 哇 就這種裸唇調的唇釉 乾燥 或者是唇油 對 它都是這種乾燥的裸唇調 明白 那我們來挑一個比較適合它的 對啊 這個到底怎麼挑啊 一樣就是冷暖色調 就是冷暖色調 下面疊一個Tint再上這個 對 我覺得這樣子的持久度會比較好 因為很多人用唇釉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持久度 雖然它水水的很漂亮 可是它用持久度還是沒有那麼的好 喝個咖啡就沒了 對 所以我通常會用Tint打底 因為Tint的持久度比較好 它會打一個 幫你的唇部打一個底色 然後呢 看起來很酷的顏色放上來 好酷喔 這顏色 對啊 這個其實比想像中還深耶 不是那麼弱 有點龐克的感覺 但是一定要有那個亮度對不對 對 一定要有亮度 我唇不能沒有亮度 那是生病 它真的也有一個唇就差很多了 對 而且它好能駕馭任何唇色 而且上了唇色之後 感覺它有上妝了 對 其他的妝都出現了感覺 而且它上了這個唇色 它的眼妝就是這樣很自然 你可能就刷一點點睫毛膏就好了 會很酷 所以這是皮膚白的人的優勢 我平常沒有超過這麼深的顏色 很好看耶 適合你耶 對 就是 好酷喔 牙齒更現白 我像媽媽 像一個很酷的妹 真的 跟它的這個腰帶的顏色 用大地色調的這種顏色 對 整個就很有個性 對 會耶 好好看喔 好酷喔 秘情好適合這個顏色 把Y2K的時尚潮流感 展現得淋漓盡致 從妻子媽媽搖身一遍 成了萬眾矚目的酷炫嗎 大家好 我是新美姐 女人我最大新增了 短影一輕功能喔 在這個APP裡頭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妝 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 你還可以看到最厲害的保養盛品 重點是 還有很多精彩的 精品 他們呢 怎麼買到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你就買不到 是不是要趕快來下載一下 女人我最大APP啊